9月27日,中俄编程黑河首届俄货节开幕 俄货节以赏金秋、购俄货、黑河等迎来为主题 市民和游客不出国门就能享受到至优价廉的俄罗斯进口商品 国庆中秋双节临近,不少市民忙着筹备过节所需的物品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,俄罗斯系列的风味肠、面包、大马哈鱼、蜂蜜备受市民和游客欢迎 买的这面包是15块钱一个,是俄罗斯风味的特别好吃 底下的油是64块钱一桶,我们买了一箱,一箱是四桶,挺好的 俄罗斯的货质量也好,价格还好 双节来临吧,买的这些东西跟家人一起分享 据了解,此次俄货节集中了7000余件俄罗斯商品 其中大部分商品为一手货源的特价促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活动还通过直播带货方式,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最正宗的俄罗斯商品 我们发起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借助黑河自贸片区,还有黑河市的这么一个独特的区位有势 将我们黑河跨境界商园区的俄罗斯商品通过此次俄货节,带给我们黑河的游客,带给全国人民一个节日的礼物 近年来,黑河市着力推进对俄合作战略升级,俄货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进口销售加工产业链日趋完备 张波告诉记者 预计2020年,进口俄罗斯商品将超过16亿元人民币